大家好,咱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是昨天的延续 就是从一带一路这个事情出发来分析习近平这个人 在我这个自媒体视频里面 陆陆续续对习近平已经有过一些评价 但是没有阐述详细的理由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时事评论节目 主要是跟着热点时事走 所以你很难谈一个话题的时候 把牵连到的其他人物,其他事情都做很详细的阐述 所以不断有朋友问的 说你对习近平有这样的评价 有那样的判断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 还好呢,就是多数朋友来看我这个视频 主要是来听观点的 所以对时效性要求没有那么高 那咱们今天就来说 从一带一路这个规划出发 来看习近平的政治性格 谈这个话题就要从习近平 为什么要推动一带一路 他的目的、动机说起 有不少朋友讲啊 说习近平要搞这个一带一路 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中国国内过剩的钢材水泥 这些建筑行业的产能 就是消化过剩产能的问题 就是去产能那个目标的组成部分 也许这个动机是初始动机之一 但是到现在呢 我是比较多的持怀疑态度 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 这个概念早在2013年就提出来了 2015年在外交上就开始全面推动了 到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发改委有一个说明 说这个一带一路项目投入的资金 有500亿美元了 听起来500亿美元好像不少 但是要知道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已经接近结束了 那么这种规模的投入几百亿美元 和他整个规划的这种宏大来说呢 还是很微不足道的 相应的 就是现在所进行的项目 对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所起的作用 我觉得还是很有限的 也就是说 一带一路这个构想的推动步骤 其实并不快 过程也说不上顺利 这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呢 它需要跟沿线的国家一个一个去谈 若干重要项目也历经波折 像中国高铁在拉美的建设 从去年开始基本上完全停下来了 中资在美国西部想要建的那个西部快线 去年也黄了 在印尼的那个高铁项目叫做亚万高速铁路 那这个项目也历经波折 从高速铁路降级到中速铁路 从2015年拖到今年的4月份 才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路透社去年6月份有个报道 说中国计划修一条高速铁路 长达3000公里 从昆明一直延伸到新加坡 但是呢 受到这个沿线国家的很多抵触 一个主要的阻力来源 就是一些沿线国家 不满意中国的融资条件 它不愿意给予中资企业 这个铁路沿线土地的开发权 所以呢 这次高峰论坛 就15号刚刚结束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虽然很热闹 粉红们热情也很高涨 但是这一个论坛 未必能解决上面所提到的 这些实际的问题 这个一带一路想要推进 它要克服的阻碍 仍然是很多 说这些的意思是 一带一路喊了几年 基本上涵盖了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 但由于具体项目开展的阻碍很多 实际上它能够达到的 消化中国基础设施建设 过剩产能的这个目的 恐怕还是极其有限 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其实主要还是得通过 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关停部分这样企业的方式来实现 所谓一带一路 靠通过输出产能 让外国来帮着消化 应该是原水解不了近火 这应该是现在的一个现实吧 再有朋友说 习近平推动一带一路的目的 是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我没有仔细去看国内的报道 也许这些朋友 主要是从国内的一些文章 开来这个观点的 那我的第一个印象呢 那就是莫名其妙 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货币 国际化的货币 它是不能自由兑换的 也没有任何一种国际化的货币 它的发行国家要限制资本流动的 你这个资本只准进不准出 所以只要不能够实现 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只要中国还在管制资本的流动 你就是把铁路修到南极州去 也不能让人民币成为一种 国际通行的货币吗 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讲 一带一路的主要目的 仍然是政治性的 当然谈政治目的 它也有近期和远期之分 近期的政治目的 就是营造一个众多国家来捧场 众生称颂的热闹场面 这对于提升习近平在党内的威望 应付今年秋天开的十九大 是有用的 这是它一个重要政绩嘛 从远期来讲呢 那就是一带一路 它是和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工具 一带一路这个概念 本身就是针对TPP提出来的 TPP就是环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美国试图所营造的一个自由贸易经济圈 我们只需要简单看一下示意图 就知道一带一路这个构想的主体 是把欧亚大陆连接为一体 是把欧亚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国家连接起来 然后呢以中国大陆为主导 同时它的外围影响范围 向南扩展到印度洋 向西扩展到欧洲 从而把北美大陆孤立在外 这个战略设计的基本概念 很类似于二战期间 日本人所提出的大东亚共农圈 它是用黄种人所主导的一个势力范围 去对抗欧美文明所主导的势力范围 所不同之处 就是日本人提出的大东亚共农圈 是通过军事征服和殖民手段来实现 而一带一路 则是在全球化的旗帜之下 用经贸手段来实现 最终的目的没有差别 都是实现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 让中共政权成为世界的支配者 历史学家亨廷顿有一个文明冲突论的观点 他认为在历史中参与竞争的基本单位不是国家 而是不同类型的文明 也就是说 推动历史发展的这些重要冲突 本质上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而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竞争 那么一带一路和TPP之间的较量 可以算是部分印证这个观点 但是现在中国掌权的是共产党 所以它要输出的本质上来讲 它不是什么信仰哲学艺术 这种文化形态的东西 它要输出的是极权制度 和这种制度下的生活方式 用这种方式去影响世界 比如说现在祖国强大了 所以就要把海外留学生都管起来 要加强对于海外的这个学生学者联谊会的领导 同时让这个海外的华人团体之间互相监视 这都是把这种极权制度下的生活方式输出到世界 首先影响的就是海外的中国人 这个习近平上任以后 不久就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构想 他自己是比较明确知道自己要达到的目标 他要使劲的方向 所以从个人才智上讲 我认为他是有比较清晰的世界战略 从这一点上 他是优于美国总统川普的 川普头脑中只是对这个世界 有一个很模糊笼统的图景 就是他想美国要优先 要打败ISIS 要解决朝核的危机 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要扭转等等 这些目标要实现 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彼此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怎么安排处理这些不同事情之间的优先度和次序 各自的轻重分寸在哪里 如何不让一件事去危害到另一件事 那么这些方面它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构化的 所以川普也没有设计出一个清晰的路线图 最终达到自己的那个最高目标 这是我们看到川普所表现出来的 所以从个人才智来讲 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导人 中美两国的领导人 我认为习近平还是优于川普一筹 尽管我这么说 有些朋友会不高兴 同时习近平这个人在谋略忍性定力上也有过人之处 我对此的印象也比较深刻 就是从中共的军改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 就是军队体制改革 在习近平上任之初 在2013年就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但是委员会有了这个架子之后 他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军方委员的名单 却迟迟没有出来 我当时就依此判断 习近平对军队高层的人事安排极不满意 必然会有调整 我这不是马后炮吹牛 因为在13年14年的电视评论节目里面 我就这么说了 那么在国安委设立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面 习近平通过军队高层的反腐 清理了郭伯雄徐才厚这样一批对手 到了2015年底开始全面启动军队体制改革 又逐渐把张海洋 刘元刘亚洲这一批红二代的将领 从军队领导层中清除了出去 那果然从军改启动的前后 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的军方代表的名单 就逐步充实进去了 那么最近两年所发生的中共军队体制改革 是中共建政以来这个变化之大前所未有的 习近平是从一开始对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就有清晰的认识 在这几年时间里 他确实也是有步骤有耐心的逐步实现 所以你可以说他是有忍性有定力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他有魄力 所以说一带一路体现出了习近平的世界战略构想 军队改革体现出了他按自己的意图 想重塑权力体制的构想 在今年秋天的中共十九大上 有可能会对中共的领导体制做出更大的变更 那么反腐是一件更复杂的事情 我们今天不说 所以从以上这些理由出发 那么习近平他个人想要达到的目标 他想取得的历史地位 确实我认为是远远超出他两个前任的 从这个意义出发 我所以说习近平是最近几十年来 中共体制所培养出来的 比较少见的 有一定政治抱负的人 什么叫抱负 抱负就是对工业有渴求 他想按照自己的理念来塑造这个世界 不仅仅是捞钱 闷声发大财 金钱美女快逸人生 这个叫政治抱负 那么领导人有抱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如果你从历史宏观角度 从人类文明的普遍角度 领袖有抱负不能说是坏事 所以我这个标题里面说习近平的帝国梦 帝国梦本身不是个贬义词 因为像霸业王业帝业这些词 中国古人都在说 但是我们讲但是 在一个极权高度发达 而且有相当固化的社会里面 领袖有抱负 那就喜悠参半了 他最终能带来什么结果 那还真得看运气 就像明成族五伐蒙古 七下西洋 是他个人的千秋伟业 可是渔国渔民来讲 就多有劳民伤财之举 有过游不及之嫌了 在共产党这种把集权推到登峰造极的社会 他在文化上又漠视生命 又抛弃了传统文化 人民爱物这种人正理念 那么他的领袖有抱负 就更加不是好事了 所以这得看文化背景 你像斯大林毛泽东 那个个都很有抱负啊 其结果是什么呢 是生灵涂炭遍地哀红 所以习近平在推进他个人政治抱负的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令人不安的现象 比如709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 很多律师被公开羞辱 在电视上公开认罪 而且遭受到酷刑 由于中国过去十来年 这个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开启民智嘛 所以人们对社会事务讨论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 可以说刚刚有了那么一点公民社会的萌芽 但是这点萌芽 这点土壤现在也被铲除了 互联网上这个言论被一步步的收紧 中国人这些年虽然互联网技术普及 宽带技术普及 上网人群不断增加 但是言论却变得越来越谨慎 人们不是走在免于恐惧的道路上 而是走在恐惧加深的道路上 现在很多人在说 要看习近平集权以后干什么 因为集权是手段 要看他集权以后要做什么事情 现在习近平也还处在集权的过程中 还在可为善可为恶之间 那我觉得呢是可以再看一看 今年中共十九大前后 是他完成集权的关键步骤 那我们就看看吧 在那之后还会发生什么 最后来说一下 我对一带一路这个是前景的看法 习近平能不能实现他个人的政治抱负 这个一带一路会不会把他个人 以及把这个政权推到一个历史高度 开创一个辉煌呢 我觉得全球化有两个本质的要求 第一是国内市场的开发 第二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如果这两个本质要求实现不了 那所谓这个中国拥抱全球化呀 领导全球化 只能是社工耗龙 习近平有个心结 就是一定要维护共产党的江山 党的领导地位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那这就让中国没有办法进行彻底的市场化的改革 反而一步步被官僚资本主义套牢 所以始终就难以接近开放流通 这两个全球化的核心要求 也就难以做到世界经济盟主的那个位置上去 如果说真能打破这个魔咒 在推动一带一路的项目过程中 中国也能进行比较充分的市场化改造 那我觉得最终通过一带一路提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甚至取得一种支配地位是有可能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 美国的川普政府正在推动他的企业减税计划 要把企业税从35%一下砍到15% 如果通过的话 就会吸引全球的资本流到美国去 按照习近平现在的思路 这种情况出现了 他会怎么应对呢 恐怕他会更加严格限制资本流出 就是说你们不许去美国投资 全都给我老老实实呆着 全都捂在我这 反而封闭性加强了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矛盾 又很古怪的现象 那就是川普名义上反对全球化 但是呢 由于他给企业减税 所以美国对资本的吸引力反而上升了 成了吸引资本的磁石 而中国虽然名义上推动全球化 但反而更加封闭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盟主呢 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的竞争 本质上它不是一个什么TPP 还是一带一路 这种国际经贸战略的竞争 本质上是各自国家内部经济活力的竞争 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和经济的配套改造 是很难激发这种活力的 那今天这个话题 咱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